我上班父母就来了 他们参加了 你姐姐来了 他们说这个公司待遇真确实好 一般物理公司不可能有人待遇 蔡总你每年举办员工婚礼的这些活动吗 集体婚礼活动 已经是世界了 今年是五一 我们在上海北京植域山庄 举办 还有在长崇 大概有多少对新人呢 今天是107月 为员工举办集体婚礼 将公司的休息区业务交给优秀司机的爱人管理 这都是崔卫星管理车队的具体措施 另外我们推出了一个我们公司员工叫 亲情一加一 就是公司 每个人拿100块钱 每个人拿100块钱寄给父母 这一条对司机也很有用 为什么司机很多都是农村出来 他的父母拿到 这200块的工资一样 福利的时候很高兴的 有些司机的父母 会打电话来 来问他的儿子 你还在不在他们公司干 你如果不干的话不行啊 一提就说你如果不干的话 我就给我最拿不到了 通过这些举措 司机们可以感受到来自公司 和亲人的双重关心和压力 因此增加了车队的凝聚力 管理起来也就更加容易 陈炫斐 在两年半以前 只是个有着初中文化 开了11年汽车的老司机 然而如今 他已经是管理着24名司机的 车队小组经理了 我当时啊 我是通过杵干 然后通过竞聘 最后中午12决赛之后 然后我知道了 我要被任命上海车队经理的时候 说起自己的经历 陈炫斐至今仍激动不已 这要得益于崔维兴制定的 储备干部制度 他不断组织各种培训 而员工只要业绩突出 都有希望被选为储备干部 然后通过竞聘 能提出独到的见解 或是有好的管理方法者 将会被提拔 四个月前 陈炫斐正是通过这一套储备干部制度 从普通的司机升任车队小组经理的 一时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这个激动的事情 这样 那么还有我们全程无忧 我的孩子现在在徐京小学 公司一年过度2500块钱 我老婆现在也在公司 拼命地给公司 就是好好工作 一定要好好工作 不能说公司公司对咱们的光环 种种服务力和激励措施 凝聚了全公司的2000多名司机 为崔卫星打造了一支庞大 而且高效的运输队伍 其实在创业之初 崔卫星经营的并不是气运项目 而是空运服务 1992年 崔卫星毕业于